現在有請高級顧問經理級 KK許玉鴻 馬上香港 大家蒙安 大家好 蒙海KK 我來自台灣 大家好 那很開心這次美安香港 邀請我來跟大家做一個簡短的分享 那首先呢 我在八年多以前開始啟動這個生意 所以在2010年的4月16號 我在我的Facebook上面PO了一個 今天做了一個人生最重大的決定 後來被糾正了 這不是我人生最重大的決定 結婚才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決定 這句話如果沒有補充 我可能明天就回不了台灣了 那我當初呢八年多前 加盟開始啟動這個生意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很正確的事情 叫做我 這是我八年前八年後 大家看起來長得有沒有差不多 有嗎 現在更帥 謝謝 謝謝 因為用了很多APP跟修圖軟體 這產品很棒好不好 八年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我當初在加盟的時候 我立刻就做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叫做我製作了我的夢想版 那這個夢想版呢 是在 大家有看到它貼在哪裡 它貼在紙箱上面 這個紙箱是美安寄貨到我家的紙箱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要完成我的夢想 要透過美安扎扎實實的執行 我就把它做在上面 那它是那種折夜式的 所以裡面有放了我十幾個夢想版這樣 那裡面的夢想 我覺得有一個對我而言是最有價值的 是這一個買房子 為什麼買房子對我而言是最有價值的一件事呢 我爸爸他本身是一位司機 他過去是司機 他是開車的 那大家都知道 開車其實很危險 所以他就跟我說 一個男人就是如何讓你的老婆很有安全感 你必須要買房子給他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怎麼了 我媽有一間房子住 他不需要寄人籬下 他不需要被房東趕來趕去 他不需要跟親朋好友說 可不可以讓我有一個地方可以住 所以不會受到委屈 所以我爸說第一個 你要買房子給你的另外一半 然後他說還要再買第二間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間是用在 如果我媽媽出去工作的時候受人委屈 他可以不幹了回家 因為他有另一個被動收入 第二間房子可以收房租 所以我爸給我這樣教育觀念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就是一個男人應該要有的行為 帥 那我爸爸他也如期完成了他的目標設定 那這件事一直放我心裡 但是我過去就是一個幼教老師 我很難買到房子 那經營這個生意大概在六年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的聘階是高級顧問 上了高級顧問 那剛好遇到我人生中 也是很重大一件事 我的第二個寶寶要出生了 那他想說 哇我第二個寶寶要出生了 那我家好像有點小 這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決定 好在我老婆在做月子的時候 在月子中心 我們就決定 我們去看個房子好了 然後看了之後 就覺得 我喜歡 喜歡了之後 怎麼辦 我就去簽合約 把房子買下來了 然後買了房子之後呢 我覺得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 就是我走進我的房子裡面的 我人生第一個屬於我自己的房子那種感動 然後我的老婆 然後我的小孩 就在裡面這樣 在台灣的台北 然後呢 我覺得更棒的是 我們大家一起在為了我們親愛的這個家庭佈置 然後例如說幫忙鎖櫃子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是我的大女兒 她那個時候 我買房子的時候 她五歲 然後她的一間遊戲間 她選擇四面牆壁跟天花板 她要用不一樣的顏色漆 所以我們就讓她自己漆 然後我也忘不了 她在那個遊戲間裡面 然後自己漆 油漆自己粉刷牆壁那種快樂 因為她知道她有一個很漂亮的遊戲間 那當然我小女兒那個瘦仔剛出生嘛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小 那也很開心是 我就把我的爸爸 我媽媽我哥 然後我哥老婆 在我們就是入住的時候 請他們一起來吃飯 讓他們跟我一起共享 Shop.com給我的這份榮耀 那是我人生中買的第一間房子 在差不多兩年多以前 那買了房子之後呢 就住著住著住著 那當然 如果Shop.com給你不錯的勇氣 被動收入的話 不會只想買第一間房子而已 所以就開始在思考 我想再買一間房子 買房子會上癮的 然後想說 好 那要買在哪裡呢 那時候也在想說 到底買哪裡 所以我想說 好 那我開始來找找房子 那時候剛好 我腦中間閃過了一件事 是我媽曾經跟我講一件事 她去她的親戚家的時候 然後被大樓的管理員 擋住不讓她進去 大家聽了覺得 好像也蠻正常的對不對 你不能沒事 跑人家的大樓裡面去 管理員一定會擋的 可是問題是 那一個大樓 它是跟捷運站蓋在一起 就是跟地鐵蓋在一起的那種 那一個大樓 當初蓋之前的那塊地 其實是我們家的 就是我的阿公 跟他的幾個兄弟一起買的 只是後來因為我阿公 把土地賣掉了 賣了以後就蓋了大樓 蓋了大樓以後 因為我們家是沒有土地的嘛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房子 可是他們就分到了房子 所以我們的主產 就等於是蓋了別人的房子 然後我的媽媽跟我爸爸想進去 卻被擋在門外 但是我想到這件事 我就覺得 怎麼能讓我的父母受盡委屈呢 對不對 我就去看了那邊的房子 看了之後呢 我跟我老婆我們就看上了一間 我就覺得 欸 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面找了一張 那個房子 當初在賣的時候的照片 然後大家看得出來嗎 我就把我的老婆跟我兩個小孩 就截圖披在這個上面 我的目標就是要買下這間房子 那這間房子呢 差不多是 七 欸 六 六百萬港幣左右 然後但是看著 我想著 我要讓我的家人住進去 我要想的是 我要讓我爸媽可以進去 所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我就買下來了 然後把我的家人全部放進去 而且我給我爸跟我媽鑰匙 跟他們講說 隨時你要來就來 沒有人可以擋到你 而我們也成為 就是唯一一個 把租餐買回來的家庭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美安能夠給我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只可以讓我的家人安心 可以榮耀 而且重點是 我的房子的名字 買在我老婆的名下 我原本第一間房子 現在沒有住了 租出去租金給我老婆收 我覺得我跟我爸已經一樣帥了 那這一切其實來自於 當初在2011年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時間 2010年的8月6號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大會 所以我是台灣店長 可是我第一次參加大會 是到美國的年會 因為剛加摩的時候 錯過了第一次大會 所以我覺得不行 如果大會是在我這個生意上 發展很重要的關鍵 我不可能等到半年之後 我再參加台灣的年會 所以我加盟新店長 三個月我就起程 飛往了美國的北卡 去做學習 那在那邊遇到了Lauren 那那一次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因為剛好Lauren他幫我簽了一個名 然後他下面送給我的一句話 他說Be on stage, you are be a star 你要站在台上 你會成為一個明星 我就知道我要想一馬 站在台上 所以我做了一些 能夠站在台上的事情 之外呢 我也知道大會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就買了非常多的大會的票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最清楚的那一張 第一張 是我第一次來到香港大會 是2015年 之後沒有一次斷掉過 來到香港的大會 可是有的人會說 大會門票好貴啊 有沒有人這樣想著 舉手 沒有啦 不要舉手 旁邊的人可能會看著你這樣 所以我當初一開始 我也覺得大會門票不便宜啊 可是後來想一想 以KK同學為例好了 我高中念了四年 然後我總共的花費呢 是兩萬四的港幣 那我大學我也花了四年 所以我的大學總共花了十萬四的港幣 所以我總共在大學跟高中 我花了八年的求學時間 我總共的費用花了十二萬八千的港幣 我這麼認真地念了八年 花了這麼多的學費 所以呢 我在面試的時候 既然拿到的薪水是多少 五千九百二十五元 大家應該想說 這個能生活嗎 在台灣還可以啦 但是就是只能生存 無法過生活 但是shop.com呢 對所以你看我那時候這個臉啊 嗯 shop.com我參加美國大會十五次 台灣大會十八次 香港大會總共九次 總共花了五萬一千九百零三元 遠低於我過去求學八年來 所以我一樣是八年的時間 我一樣花到八年的費用 可是最後換到的是 shop.com給我百萬美金俱樂部 在我三十七歲的時候 所以shop.com並不是我厲害 而這個系統它真的太棒了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如果我不普通 我過去怎麼會一個月只能賺五千多塊港幣的一個工資 可是shop.com系統太厲害了 教育培訓系統太厲害了 它讓我學習讓我成長 而有所今天的收穫 所以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創業重點不在於你現在站在什麼位置 你發展如何都不重要 你什麼樣的身份背景不重要 而是你的方向如果是對的 永遠參加大會 每一位都是未來的百萬美金俱樂部成員 謝謝大家